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很多买家冲昏头脑 盲目出价而后悔毁约 结果会引起法律诉讼 近日 BC省两个华人买家为此损失高达40多万家元 根据CTV新闻的报道 纳夫迪普 辛格 玛丽 冯先生和刘女士三人 和卖家杰弗里安东 曼德尔签订了一份合同 以111万5千元的价格购买了 卑士省Kolona的一处住宅物业 这套房子于2022年3月3日以99万9千元的价格挂牌出售 当天玛丽出价111万3千元 判决书称 她的报价是两个报价之一 经过一番谈判 最终商店的价格为111万5千元 比降卖价抢高11.6万家元 原本合同买方马力是唯一指定购买者 2022年3月11日的合同附录将冯先生和刘女士添加到合同中 冯和刘承认 由于3月11日的附录 他们是合同的当事方 而冯先生和刘女士也是合同的当事方 在合同中 买家提出了以下无条件报价 放弃了受融资条款运输的权利 这在他们试图申请房贷但无法获得时成为了一个问题 但根据卑诗省最高法院对该案的裁决 这笔交易未能在2022年7月的最后期限前完成交接 银行告知马力先生 银行对该房产的评估明显低于购买价格 因此银行不会为购买提供资金 判决书称 并指出其他同行同样拒绝为购买提供资金 潜在买家能够通过提供额外的订金来协商多次延长完成日期 但他们无法说服卖家降低价格 2022年7月 卖方以94万9千元的价格将房屋重新挂牌出售 到10月下旬 曼德尔将标价降至79万9千元 在此期间 他还支付了更换屋顶和空调系统的费用 以使房产在市场上更具吸引力 几个月后 2023年1月 这所房子再重新上市 最后 另外一名买家购买了这处房产 法院获悉 由于房市急剧下跌 新买家只是支付了74万元 比原来的价钱足足低了37.5万元 卖方曼德尔以违约为由提起诉讼 追讨差价 玛丽 冯 刘等三人提起反诉 称财产披露声明包含欺诈性或疏忽性的虚假陈述 因此合同应被取消 被告告诉法庭这所房子存在许多问题 他们的房地产经纪认为 警察表明这所房子不适合居住 但法官丹尼斯·K·霍里指出 这一意见没有得到任何其他证据的支持 如果有的话 这也无关紧要 合同条款之一是按原样购买房产 判决书解释称 这意味着被告放弃了对原告的任何责任和义务索赔 法官驳回了对过失性虚假陈述的反诉 转而考虑损害赔偿问题 并解释了适用于此类案件的一些法律原则 结果 法官丹尼斯·K·霍里 站在卖方一边 勒令三位潜在买家必须要赔偿曼德尔的损失 我发现该合同是一项具有约树立的协议 根据该协议 被告必须在2022年7月18日 以111万5千元的价格购买该房产 当被告未能在2022年7月18日支付购买价格时 他们违反了合同 法官说 在市场下跌的情况下 法官因判给卖方损害赔偿金 金额等于合同价格与买方违约后合理时间内 可获得的最高价格之间的差额 法官继续说道 被告便称 赔偿金因减少 因为曼德尔没有减轻财务影响 他们便称 曼德尔应该与他们重新谈判并降低价格 或者他们说 曼德尔应该等到市场好转后再出售房屋 这两个提议都被驳回 因为在这种情况下不合理 法院命令被告支付37万5000元的赔偿金 相当于合同价格与最终售价时间的差额 另外 加上屋顶和空调账单 律师费和利息 法官裁定三名潜在买家 总共需要赔偿近41万3000元 除了5万元的押金 还要赔偿36万3000元 为了让油管的算法更好地推荐我们的节目 让我们的声音传播得更远 请您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点赞 接下来让我们继续来看下一条新闻 为了遵守安省穆斯林的饮食限制 安省肯德基悄悄将菜单上的猪肉改为清真鸡肉 并取消了菜单中的猪肉 此举激怒了一些加拿大人 他们在社交媒体上愤怒抵制这家餐饮业巨头 称再也不吃了 据英文媒体Daily Mail报道 这家总播位于美国的公司 5月向其安省的加盟店发送了一封通知 告诉他们这一举措 并称这是我们致力于提供多样化和包容性菜单选项的证明 这封通知中写道 安省的大部分肯德基餐厅 必须确保所有鸡肉产品都经过清真认证 并停止供应猪肉产品 此外 肯德基表示已经对餐厅员工进行了清真操作程序培训 这些变化将于今年年底在加拿大全境实施 肯德基的决定是在N省明来大量移民之际做出的 短短5年内就接收了超过65万名新移民 N省拥有加拿大一般以上的穆斯林人口 全省约4.9%的人口是穆斯林 仅大多伦多地区就有50万人居住在此 不仅如此 加拿大肯德基首席执行官萨比尔·萨米出生于巴基斯坦 是居住在这座城市的穆斯林移民之一 然而 加拿大肯德基的决定在社交媒体上引发了许多愤怒的评论 很多网友分享了抵制肯德基的标签 一位网友说 加拿大只有5%的人口是穆斯林 但加拿大几乎100%的肯德基餐厅将只提供清真食品 另一位网友说 我再也不吃肯德基了 这与宗教无关 清真屠宰是不人道的 我永远不会支持约带动物 pop ice和church chicken需要站出来 这是你们成为美国第一炸鸡的机会 我们需要的是有自豪感的美国炸鸡品牌 然而 还有其他人在社交媒体上表示 他们对肯德基宣布的改变并不在意 pop ice和mary browns在加拿大都是清真食品 而且一直都比肯德基好吃 一个人说道 另一个人表示 我需要对这鸡肉祈祷吗 不需要 这会影响我的鸡肉汉堡吗 当然也不会 清真肉类需要在屠宰过程中彻底清除血液 并对肉进行祈祷 肯德基表示 他们已经跟maple large farms等供应商合作 他们拥有被称为加拿大第一清真食品品牌的扎比哈哈拉尔 据TNC新闻报道 扎比哈哈拉尔在其网站上称 该公司确保每只鸡在用刀片斩杀前都是活的 此外 所有肌肉都经过25名穆斯林的祈祷和祝福 扎比哈哈拉尔的网站称 每只家禽进入旋转刀片时 穆斯林祝福者都会移送祝福语 并且在屠宰过程中一直持续 对于这件事情 不知观众朋友们你们怎么看呢 就在大批加拿大人想要逃离的时候 一份榜单却很好地诠释了什么叫做围城 里面的人想出去 外面的人想进来 据英文媒体New York Post报道 新的研究表明 加拿大是世界上大多数人想要移去的国家 最近 一家专门提供国际搬家服务的英国公司 First Move International发布了2024年移民数据 根据专家对Google搜索数据的分析 充分了解了人们想要移民到哪里 结果显示 加拿大的搜索次数超过了其他任何国家 位居榜首 过去一年 加拿大的搜索量超过152万次 显示加拿大是人们寻求移居的首选国家 考虑到该国令人惊叹的自然美景和高生活水平 这个结果也许并不奇怪 然而 First Move确实也指出 加拿大人的生活成本很高 尤其是在温哥华和多伦多等大城市 他们是全球生活成本最高的城市之一 与此同时 澳大利亚位居第二 获得了超过120万次的搜索 部分原因是由于澳大利亚的气候温暖 人们友善 并且拥有世界一流的教育和公共医疗系统 在这个国家生活似乎很令人羡慕 邻国新西兰位居第三 其次是西班牙和英国 葡萄牙和日本分别位居第六和第七 而最富裕的欧洲国家德国 法国和瑞士则位列前十 值得注意的是 另不少加拿大人心向往事的美国并没有上榜 与此同时 其他一些经常被认为拥有高生活水平的国家 也同样没有入选 比如瑞典 挪威 丹麦和芬兰等 也许是因为他们的冬天漫长而严酷 没想到加拿大竟然成了香波波 大家认同这份榜单吗 正值热浪高峰期 但卑士省梅里特市的居民却无福享受清凉的感觉 因为该市的主抽水站发生故障 居民被告知立即停止所有非必要的用水 该市网站上的最新消息称 尽一切可能节约用水 事关重要的是 我们大家共同努力节约用水 以便维持我们的消防服务 不过师傅强调水仍然可以安全饮用 这次故障发生在热冷期间 预计周二南部内落白天气温将达到30多度或40多度 炎热干燥的气候也增加了生活的风险 梅里特市在周二的社群媒体贴文中表示 目前的火灾危险等级为5级 即极端火灾 贴文写道 现在是准备应急包并确保制定全家人都能理解的工作计划的时机 以上就是今天港湾播报的所有内容 感谢您的收看 如果您喜欢我们的节目 请点击屏幕右下方订阅我们频道 同时也欢迎您点赞转发分享我们的视频 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